今天财经快报 7年将Gip销量提高50% 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集团预计未来三年全球Gip汽车的销量将增长50% 目前该集团正试图利用典型的美国SUV品牌来提高利润 高盛计划将对富有私人银行客户的贷款增加一倍 格隆会6月13日高盛私人银行业务主管表示 该行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对账户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超级富有私人银行客户的贷款增加一倍 欧股主要股指持续下行 法国KX40指数 意大利-10MIP指数日内跌幅达2% 德 欧股主要股指持续下行 法国KX40指数 意大利-10MIP指数日内跌幅达2% 德国DEX指数跌1.76%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1.78% 西班牙IBEX35指数跌1.43% 理想汽车一度涨约4.7% 周销量破万超越宝马奥迪 理想汽车LIUS盘出一度涨约4.7% 最高处级19.86美元 消息面上 理想汽车发布最新周销量数据显示 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 理想汽车销量达到1.09万辆 欧盟你对中国产电车加征高额关税 挪威不跟 下一步呢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调研显示 对大多中国车企而言 欧方加征10%以上关税 极为高位区间伤敌1,000 自损800 误然向他国开征反补贴税 也连累自家企业掏腰包 和油军旗下公司冲击中国电竞第一股 盈利能力面临考验 界面新闻蛇小陈界面新闻 宋嘉南中国电竞第一股要来了 6月12日 星晋威武集团正式申请美国IPO 股票代码为NIPG Alphabet旗下Waymo召回672辆自动驾驶汽车 6月13日消息 Alphabet旗下的Waymo公司周四表示 将召回672辆自动驾驶汽车 此前该公司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今年5月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撞上了一根木质电线杆 中概在线教育股谱涨高途涨超5.7% 格龙会6月13日高途涨超5.7% 一起教育科技涨超5.1% 好未来涨超3.1% 有道涨超1.7% 新东方涨超1.4% 今天跌超10.8% 下调了2024年产量指引 今天GFIUS跌超10.8% 报14.12美元 消息面上 由于天气事件对Sellers North A项目的影响 该公司下调了其2024年产量指引 福特汽车结束电动汽车经销商计划 不再要求他们提供投资 格龙会6月13日福特汽车结束一个颇具争议的电动汽车经销商项目 2022年9月份福特汽车CEO Jim Farley推出EV Certified计划 早盘 美股走势分化到指跌250点 那指创盘中新高 13日晚 美股周四早盘走势分化 到指下跌于250点 那指创盘中历史新高 投资者仍在评估美联储的最新利率决定于美股财报 美股异动辉瑞跌1.1% 肚氏基营养不良症基因疗法晚期临床试验宣告失败 格龙会6月13日辉瑞公司 PFPUS跌1.1% 报27.355美元 消息面上 辉瑞宣布 其针对肚星式肌肉萎缩症 DMT的基因疗法 在面向年轻男孩的晚期临床试验中未能达到主药和次药中 利空突袭 跳水 欧洲资本市场 坏消息不断 最新消息显示 MSCI决定不将欧盟债券纳入政府债券指数 此举打击了欧盟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努力 消息扩散后 欧盟债券下跌 游戏驿站涨5.5% 湘元宣布不再做空游戏驿站加咆哮小猫或削减头寸 游戏驿站涨5.5% 报26.86美元 消息面上 美国做空机构湘元周三在社交平台X上宣布 已不再做空游戏驿站 2021年1月 由于散户逼空狂潮带动游戏驿站暴涨 美股人工智能概念股盘出涨跌各异 英伪达涨超3% 百度涨超2% 英特尔则跌约2% 格隆会6月13日 特斯拉涨6.85% 英伪达涨3.18% Reddit涨2.72% 百度涨2.27% 苹果 C3AI Palantir Estra Ereverament Sound Hunt 至少涨超1.1% 会与涨超0.9% 维珍银河一度跌超13% 你进行1.20分反向拆股 维珍银河 SPCEUS 盘出一度跌超13% 最低处级0.74美元 限跌幅收窄至8.7% 消息面上 维珍银河董事会已批准对其普通股进行1.20分的反向拆股 Bilibili Bilibili涨超13% 三国 谋定天下公测首日登榜游戏畅销榜第四 Bilibili BilibiliUS 快速拉升 涨超13% 报16.3美元 A股今日收涨5.6% 报116.8港元 消息面上 Bilibili代理发行的游戏三国 谋定天下6月13日开启公测 开盘 美股周四开盘涨跌不易美国5月PPI意外下降 13日晚 美股周四开盘涨跌不易 此前一天标普500指数首次收在5400点之上 投资者仍在评估美联储的最新利率决定于美股财报 Stellandes确认今年的目标预计 现金流将在下半年有所改善 格隆会6月13日Stellandes周四召开投资者会议 在会议前的一份声明中 该公司大致确认了今年的目标 其中包括上半年营业回报率达到10%至11% 美国通胀在天降温迹象 5月PPI意外创7个月来最大降幅 智通财经获悉 美国5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意外下跌降幅为7个月来最大 似乎进一步证明美国通胀压力正在缓和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5月PPI年律2 Meta遭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投诉质疑其违反欧盟数据保护法案 格隆会6月13日Meta Platforms 因计划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用户的图片和帖子训练 人工智能模型而遭到挪威当局投诉 挪威消费者委员会 Norwegian Consumer Council Next Decade盘前涨超6%与沙特阿美签署20年LNG供应协议 周四美股盘前截至发稿 Next Decade NextUS涨6.04%报8.303美元 Next Decade此前宣布与沙特阿美公司签署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协议 造车10年 贾跃亭终于交付了第12台车 还称正考虑推出第二品牌 网友 这么小批量 手工打造吗 6月13日 法拉第未来在微博宣布成功向资深个人投资者何俊交付了新车 这标志着FF交付了第12辆汽车 散户带头大哥助力游戏驿站股价上行 但其乐观预测均尚未实现 曾推动散户大战华尔街 爆炒游戏驿站 GME US股价的美国散户带头大哥 TizQ在上月回归社交平台 并引发了包括游戏驿站在内的一众MAME股的上涨行情 疲弱的美国经济数据推低美国国债收益率 格隆会6月13日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 因美国数据支持美联储可能找到比预期更大的降息空间的观点 5月PPI月率通胀出人意料的下跌0.2% 较4月0.5%的涨幅有所放缓 欧盟提高对中国电动车关税后 特斯拉获提高Model 3在欧售价 智通财经APP获悉 在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临时征收额外关税后 特斯拉TSLA US正考虑提高其Model 3汽车的欧洲售价 特斯拉网站上的一则公告报道称 我们预计 三星电子总裁李在荣会见Meta 高通 亚马逊负责人商讨合作事宜 格隆会6月13日据三星电子官方消息 三星电子总裁李在荣本周在美国会见了Meta 高通 亚马逊等公司负责人商讨合作事宜 讨论话题包括人工智能 云服务和芯片 美国生产者价格意外下跌PPI创10月以来最大降幅 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意外创出7个月来最大跌幅 进一步证明通胀压力正在放缓 劳工统计局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下跌0.2% 与上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2 盘前 道指期货跌0.3% 博通盘前大涨近15% 美股股指期货周四盘前涨跌互线 全球股市从记录高位回落 但美国通胀放缓和美联储发出的部分良好信号 让位于欧洲新一轮政治引发的疲软 美股指数环比较高位于欧洲新一轮政治引发的疲转